有请节目组织人赵川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率牵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 伊贝斯 伊贝斯 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音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芷林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接下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的到来 心理专家 百雁怡 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的到来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了解一下 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信息 各位请看 我们为了 Imagine 我们为了爱情 因此最大的 当你给了解答 把你这条 购物 我们为了解答 我们为了解答 那些是 把我爱情 我爱情 自己 抱怀 我爱情 我爱情 不得 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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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情 如果有病 我爱情 有的时候比有声更有力量 你们看懂了吗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号22岁来自郑州 是一名大四学生 女嘉宾小艺22岁来自乌鲁木齐 是一名大四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老师好 老师好 今儿为什么来 谁要来 今天是我要来 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 会产生一些矛盾 然后一直没有解决 在一起多长时间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在一次学校里边的活动认识的 然后当时就走秀活动 我俩是搭档 当时活动也挺成功 我们俩就去吃庆功宴了 然后我俩坐在一起 当时就觉得她温柔体贴 然后对我也很好 然后慢慢接触就被她吸引了 对 当时我其实一眼就就被小姨吸引了 我就感觉她就是特别温柔 笑起来特别甜 然后长得也特别好看 对吧 身材也挺好的 就一见钟情算是 但是后来我在一年跟着相处中 我就发现她不光是对我一个人好 她对所有的女生都很好 就比如说上次 我们俩约的是第二天 要一起出去玩 她就跟我说 我今天有点累了 然后我想早点休息 我说那行吧 那你就先睡觉 然后我们明天打起精神 我们一起出去玩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早晨起得早 我就开始刷朋友圈 我就看见有个小学妹 就发了一个状态说什么 还好有你陪着我 然后要不是有你什么 我怎么度过 反正就是那种话 发了一个就是在酒吧 底下放了几个酒瓶子 我一看那个右上角 有一只手 就一点点 我一看那手表 怎么那么像 我送给我男朋友手表 但是没多想 她可能不是睡觉了吗 第二天我一看她 她精神状态不好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到哪去了 她才给我说 我刚开始问她的时候 她就不承认 我其实那天晚上 是有误会的你知道吗 我半点多准备睡觉的时候 我就躺在床上 我在刷朋友圈 然后我发现 那个女生发了一条动态 因为我们是一起 社团活动 我跟小学妹也是 社团活动认识的 就是我们都是吉他社的 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 就是音乐方面的一些 就是谁出新歌之类的 那天她发了一个 然后我就回了她两句 后来她就跟我打电话说 她说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就把她抛弃了 今天晚上很伤心 想让我去陪陪她 我想着八点多嘛 我说那咱们就是 我睡陪她聊聊天 散散心 对吧 怎么就散到一晚上了 怎么就散到第二天了 她那状态发的都五点了吧 不是 越说越伤心嘛 后来起事就关门了嘛 我说找个地方吧 我说那去酒吧吧 我安慰安慰她 后来 其实就那点事情 第二天也没有耽误 跟她出去玩 我觉得挺正常的 就是帮朋友开导一下心理 你坚持帮她 帮朋友开导心理 那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你跟她一起 上次还是你们社团活动 需要缺个男伴 你怎么就去演她男朋友了呀 那么多朋友 她那么多朋友 她为什么要挑你呀 其实就是我们活动嘛 需要搭档 说那行吧 那咱们一起嘛 就搭个档 就一起 她说了咱们一起 她刚开始这么爱演 是别人拜托她 别人一叫她演 她就演 等到后面呢 人家不用拜托她 她听说别人 就是另外一个女生 说她跟她男朋友 就有点吵架 她想弃一下那个男朋友 那么多人 就她一个人 主动说啥 那我去演你男朋友吧 我去演你男朋友 弃一下你男朋友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那不都是演的吗 又不是真的 你这样子说是演的 那其他的时候呢 那你前女友的事情 演是演的吗 怎么又迟到 我前女友的事情啊 那次 那次我们 朋友说去吃饭 菜都点好了 刚上 她就接了个电话 就走了 我说哎 这人怎么 接个电话不回来了 我就到门口等着她 那她可着急 你知道吗 她就跟我说 我现在有点事 我得走了 然后我很快就回来 然后呢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中间过程中 就我跟我朋友 他们一起 他们就一直说 哎你对下来 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到哪儿去了 我就只能跟人家说 他可能家里有事 或者是有咋的 然后我就一直 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各种不回 各种不接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的 就一个女生来找我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下去 我就 我俩就坐对面 他给我说 那种挑衅可过分的话 说什么 不要以为 你男朋友跟你在一块 就真的是喜欢你 他跟你在一块 不过就是因为 你身上有我的影子 他就是因为觉得 你长得跟我像 性格跟我像 才跟你在一块的 别以为你们感情好 我还不是一个电话 他就马上到我身边来 那天陪他吃饭 你去哪儿了 那天吃饭 我接了个电话 是我前女友打的 他说他生病了 他说家里面 没有人照顾他 想我给他送点药 我说那行吧 因为我想着 送药挺快的嘛 家这边打个车过去 那你为什么 没跟他说 送了你就不回来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你怎么就不正大光明说 你就送药了 说你有事 没有必要说 怎么没有必要说 这是你前女友好吗 这就其实相当于 普通朋友一样 你去照顾人家一下 你给人家送一个药 你就回来了 回来吃饭 你普通朋友 怎么那么多 你今天演一下别人男朋友 今天就去给人家送药 演一演 那不就成真了吗 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呢 然后我就买了药 给他送过去了 后来怎么没回来吃饭 后来他不是 他躺在床上嘛 然后也挺 就感觉病了也挺重的 我说行吧 我说 没去医院嘛 病那么重 他说不用去 我想着就是 感冒发烧之类的 我挺难受 我说你躺着吧 你躺着吃吃药就好了嘛 然后我就给他 就是给他把药 把药给他 让他吃掉 然后我就准备走了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说 他说我感觉不太行 他说要不然你 就是你有什么事 你万一能陪陪我 然后我想一想 我说 我说你请吧 我说我就在客厅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 叫我就可以了 后来我就 因为其实那天有点累 后来就睡着了 等再醒来的时候 就第二天早上了 生病了 怎么这么有力气 第二天还来找我 那我怎么知道 那吃了药就好了吧 吃消药吧 他说我来喝麦小区 听到时候 就是看着他钱了 当时那个女的面 给我拿后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 反正先过来 他来了 然后来的之前 我们俩就肯定会有一些 就是生气啊 或者语言冲突啥的 他来了后他 他站旁边他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就看着我们俩在那吵 他们就在那吵你知道吗 吵得特别混乱 后来他们就 反正他们就 你干吗了 我后来就拉着他们 我后来就拉着小医 我说我干什么 我你们坐下来 好好冷静冷静 把这件事说清楚 他们坐下来好好冷静冷静 我感觉这件事没有什么呀 就是我给他送一个药嘛 对吧 我送个药 然后第二天我就回来了嘛 后来那事怎么解决的呢 就没有解决嘛 然后他就每次会给我送礼物呀 啥的 对呀 我后来不是给你送礼物 道歉了吗 我向你道歉了 我是给你送礼物了 他每次都送礼物 他就觉得送个礼物 就能解决所有事情 他大事情 大节日 小节日 没事给个小惊喜 全都会送礼物 然后生气了也送 或者是开心了也送 所有的事情都送 包括这件事情 咱们俩都闹成这样的 你还能够给我送礼物 你就是想用物质讨好我 对呀 你不也挺开心的吗 你们俩的关系 同学们都知道吗 不 就是大家是都知道 你们俩的关系 还是说 前面不是说 他可爱演别的女生的男朋友吗 然后有一次 他这样演大钟情人演多了 别人都不知道 哪个是他正牌的女朋友 我们去找他朋友玩 另外一个男生 就我俩一块 那个里边有个男生说啥 小号 你怎么 这谁呀 怎么换人了 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尴尬 你看一下翻你的朋友圈 你让大家翻一下你的朋友圈 有几条是关于咱们俩的呀 你根本就没有提 你有女朋友的事情 姑娘这事 我看你也忍了一年多了 为什么现在忍不住了 前段时间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我说 他要走了 他要出国 哦 我拿来 我给你脑子 我给你一口 她要出国 好 谁会 你 我给你一口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那么简单 看看老师们怎么看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许总 老师 你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她 还是喜欢前女友 还是喜欢那个一个社团的女孩 你自己清楚吗 你觉得只要是给她送东西 只要能够哄她 只要用些伎俩 你就可以拢住这个女孩的芳心 甚至于在出国的时候 你只是通知她 不好意思 我要出国了 你完全没有为这个女孩想过 你自己明明是痛恨自己父母的那段感情 失败的婚姻 但你却在走向同样的路 如果你但凡真心爱这个女孩的话 你凭什么去演别人的男朋友 凭什么去跟一个女孩彻夜不归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伤害 跟你母亲一样的女孩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白老师 我们常说要爱请深爱 不爱请离开 但是为什么这个男孩子 既不能深爱也不能离开 因为在这个男孩子 刚才说了他的成长过程之后 其实深爱就意味着背叛 离开就意味着抛弃 而背叛和抛弃是他成长当中 不能承受的痛 他见证了自己的痛苦 因为他也是被抛弃的那一分子 他同时更见证了自己妈妈的痛苦 所以他会去对深爱这件事 既渴望又排斥 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当中 那么在他成长了之后 这样的一个矛盾 会让他在情感状态当中 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那就是他认为情感的宽度 广度要比情感的纵深度 要安全的多 他给自己储备了很多的可能性 这样他的情感是安全的 但是他不会纵深的 去发展某一个情感 因为一旦纵深 就有可能伤害和被抛弃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如果你要想去 真正获得你的情感 除了你要学会独立之外 还要把你在成长当中的 这个痛点给他梳理清楚 否则你跟这个女孩子 不会有幸福 你跟其他的女孩子 也不会有幸福 因为你不敢爱 你不信任爱 那跟这个女孩子也说 一个问题很简单 不要那么轻易地 在犯错之后 就接受对方的道歉 或者是礼物 那样会让对方感觉 自己的犯错成本太低 没有责任 没有问题 只要哄一哄 一把花 一个微笑 或者一个什么小礼物 就能够把你的方心 给换回来 那样他下次 还会去这样做的 所以要把自己 弄得高傲一点 你是一个值得被尊重 值得被爱的 谢谢 好 谢谢巴老师 来 陆老师 从整场看下来 我没有听出 任何所谓的 爱情当中的真情实义 你们俩竟没有 回忆过去的美好 也没有说过 你们之间的情深意重 我没听到 所以如果你们俩 今天分开 再去回想一下 你们相处的这一年 好像没有什么 花前月下的甜蜜 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 剩下的就是一堆礼物 所以其实我认为 现在这样的情感 其实挺悲哀的 生活当中有挺多的 年轻人之间的爱情 就是这样 如果彼此都未付出真心 其实分了也就分了 哭得也不会有那么伤心 走得也不会有那么的难受 所以我只有一句话 对于男生来说 无论自己的父母 曾经是怎样 我们要学会爱的能力 应该做一个 守护好爱的人 就这样 二十二岁很年轻啊 成长是有代价的 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面对年轻人的时候 老师们帮你们梳理的 不仅仅是爱情一点事 在我看来 他们在帮你们梳理生活 梳理人生 沉静下来自己想一想 失去了他 失去了世界了吗 显然不会 你也是一样 沉下来想想 老师们的话吧 来 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小易 刚听了 老师们说的话 我刚刚自己也在想了很多 老师们说得很对 我自己确实是 总在找知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 改变自己 我不去了 能和我和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现在是一个红包福利时间 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 互动页面 百万元的红包 等您来拿 今天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请开门 有请 有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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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 给这个叔叔 谢谢 你多大呀 带着弟弟走 这边 这边 小心点 来 来吧 各位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行 多抱会儿 诶 别分开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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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吧 好好保养吧 要保湿亦被湿 谢谢 来 把门打开哈 来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第一som 准备 Chris 奇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并不是产生了冲突 而是因为这位女士 太喜欢交际了 让我们用掌声庆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阿剑57岁 来自大连是一名商人 女嘉宾阿平49岁 同样来自大连旅店服务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也好 好 主持人也好 老师好 今天为什么来啊 哎呀 过来有点问题了 心里压抑憋屈的谎 压抑憋屈的谎 你们的关系是情侣关系 还是夫妻关系 我们认识了十多年了吧 十多年了 因为我做生意嘛 这个全国各地走 他那个常见在外嘛 他那个是个旅社的工作人员 我经常到他的旅社 下站呢 走货 这样一来二去呢 互相就了解一下 性格脾气的 哎 爱好兴趣的 都既要拼问和的 这个也知道他是单身 那我呢 也是个单身 后来就这样确定了 我们朋友关系 就累进了十多年吧 应该是5年吧 到现在吧 十一年 嗯嗯 因为前几年确实呢 做生意不再讲 也不在一起 就近两年吧 生意啊有点下滑了 再说自己身体啊 工作当中也受了点伤 不做了 哦 这几年就回来了 回来了后呢 在一起呢 哎呀 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毛病了 就觉得很多事情 不像那以前那种感觉了 哦 说说吧 哪些是 他的唱歌跳舞啊 是天天如此 不唱歌不跳舞啊 好像是生活上就缺点什么事 这没事儿 唱歌跳舞还有什么不好的吗 唱歌跳舞也使女人年轻 还用意于身体健康 对啊 现在不都喜欢跳那广场舞 是 有些挺好的呀 天天都跳 这个跳舞呢 作为我来说 确实也接受 啊 每个人跳舞呢 他说 这是个好事 他说他呢 就有点太过头了 哦 天天如此啊 晚上 饭有时都不吃 就去跳舞了 晚上回来很晚 说说 都不行 不是他去哪儿跳啊 有时唱歌 有时歌厅 有时舞场 哦 他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小心眼儿 一天都怀疑 又怕我男同事了 在一起跳舞了 说我打扮得花字招展 哎呀 又去勾引男人了 又这么弄 哎呀 跳毛病跳态度了 哎呀 你别说了 越说越没意思了 那你跳舞不和男的和女的跳啊 啊 我跳舞 我就是为了 我打扮得花字招展的 我为了跟你男人住院子 年轻人也没打扮像你那个司机呢 每个女人都爱打扮 懂吗 回来很晚很晚的 你一点都不理解女人 那吴婷婷晚上记点个下班 那你为什么有时都十一二点回来 我们呢 就是我这人呢 特别爱交朋友 我们的朋友在一起了 这一个圈呢 跳完舞了 完了我们在一起了 就是每次晚上回家那么早干嘛呢 就是说出去吃点饭呢 就是说唠唠客了 回来晚一点了 他就不乐意了 一般是几点啊 有时是十一点了 或者最晚最晚十二点吧 那您那跳舞属于什么兴致啊 教育舞了 或者那个有学学拉丁舞了 那就是跟这些舞伴吃饭是吧 对对对 也没别的 他就老怀疑呢 嘿嘿嘿嘿 小心眼 他不是怀疑 就是的 不能太多此处了吧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了 今天又喝酒了 又吃饭去了 又跳舞又去聚餐了 那家里还要不要呢 我觉得人呢特别爱交朋友 那么你交朋友 我不反对 谁都喜欢交朋友 你不回来我就睡不好觉 我能不能就在家坐等你 我回来还特晚吗 我哪天晚上也都回来吧 那你是天天都这样吗 到底是隔三差五 还是每个礼拜天天都这样 就一个礼拜 那有一天两天 那在家里那是好意思 基本上都处不是唱歌就跳舞 明白了 全是有朋友 全有局 那你们俩现在在一起晚上 在一起一周能吃几回饭啊 那有个 基本上家里 可以说不开火吧 不开火啊 想吃点就要点 跌了点回来就完了 要开火吧 可能做好了 可能还不能吃 我哪次不都是把饭做好了 咱俩一起吃完呢 我在厨去玩啊 是不是这样的 有次饭吃完 电话来了就走了 我自己在那孤独吃啊 啊 就感觉也是 我也有的啊 您是觉得 不管说算是个伴儿是吧 那个伴儿老不在 咱呢也不愿管这事 也不愿扯这事 然后呢 说来的话 小年轻都没有他打扮那么耀艳的 你说买这些化妆品 你做做个八小时 硬得着啊 你都好到我自己打扮那个 腰子照染的 干嘛 出去干嘛 我都不喜欢看 你给我看 给我看 我不喜欢看 那你出去跟谁看 你太不理解女人的性了 不不 这个 他呢 那用在化妆品上啊 买衣服上的钱多吗 啊 不敢多说吧 啊 保铁说啊 一个月一万块钱 最低的了 我一个月一万块钱花的 你知道我都逼了这个价呢 你管没管这个价呢 我可以说了 你这么说呢 我很伤心 真的 你别伤心 我就说啊 以前呢 我生意确实不错 我经常也不在家 钱你都随便花 你爱撒撒撒撒 我根本不去计较这事 这两三年说新的话 我 金钱项目太少了 也没有多大 说那个靠山 是不是啊 天天的 你说 看见衣服就美 看见这个好就拿 你就加你那个柜子 你就你那个衣服啊 不敢开门啊 你开门都没打 都没打开 我每次不都为了你吗 你出去 标签都没折 那个衣服都好几 好多好多罗啊 你每次出去 那个监客户 我能扛了吗 我都是为了你吗 我根本都没 我身上买什么衣服 这个我认可 事实上呢 我处于监客户呢 那就是我圈里的朋友 和我业务上的网人 你也是为了我 就让我穿得好一点 让我打腕得体点 那我认可 可是呢 我现在不需要要求这个了 我说我现在不想做生意了 也不需要有套外套 那可以了 不需要在我身上再花钱了 就是对你那点说 也不需要再消费了 差不多得了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那我们要将来 要考虑的 我知道生意不好做了 我都知道 我理解 所以说你不要 一说你就这样 一说你就苦 你这人怎么说 就是不理解女人 那我就磕磕的 够够的 我没法和你再说太多 再说多怎么办 我觉得我还无奈了 我问问 就是两位处了十一年了是吧 对 你们之前有过婚姻吗 都有婚姻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都大了吗 大了 你们在一起 孩子们都知道吗 孩子知道 他们怎么看呢 孩子也挺理解的 那就没啥阻力 你们俩为什么没领证啊 十一年下来 你想领证不要紧 领证啊 咱几次喝饭喝水 都可以可以办 一张子的事 是不是今天下去 去领证都能办 但是呢 你现在这个表现 让我感觉 我还在考虑 不太敢去 接受你做一个 我这也爱打扮又有 我将来后半生前半生 我拼死拼活 那我后半生有没有保证啊 你整天在外面呢喝酒啊 喝得五米三刀的 你来家了一天的话 唠唠叨叨叨叨叨 早是一天后扩扎打账 那我心里不发 不发气啊不发闷啊 你记住什么呢 家里有你管过了吗 有没有有你管呢 这个家呢 哪样不得我管呢 我给钱拿来家 你花就得了呗 什么事都我做了 那又你干嘛 你光知道挣钱 家里一切都不管了 什么东西 你是整天没 那你就承天宝吧 我吃点汤喝点酒 我和朋友聚一去 那这不太正常了 我 你和朋友聚 你和朋友聚 整天晚上五了半夜回来呀 我知道你是在外面干什么呢 你是有心患呢 是怕我花钱 我为了你怎么这个家完 花钱花多了 你现在是外面有心话的 要你不能这样怕我花钱 你就是这样的人 杰子那是你个人想法 这个过去是不是 按他的说法是这两年 他消停了在家里了是吧 对对对 过去是不是晚上 他的应酬多你的少啊 对对对 是吗 他根本就不在家 也不管理这个家里 你承认啊 去过去呢 我基本不坐家 一年当中啊 在家来可能又是两三个月 因为我全跑外吧 做生意嘛 就近两年我什么不干了 在家里啊 可能就是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又想在一起 又不知道怎么处 对 因为过去的相处模式 大概更像是激情约会 是吧 是 一年有那么两三个月 在一起 现在真的踏实下来 又不知道两个 各自有过历史的人 各自有性格 和自己交往圈子的人 对 怎么去相处 对对 又怕对方跑了 又不知道怎么留下来 就用各自的方式 刺对方 对吧 他就是续到你 对 你就是跟朋友去 喝个酒 跳个舞 是吧 所以钱的问题 陆陆续续的 各种问题 扑面而来 对吧 对 那怎么办呢 老师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看这个 大哥大姐的事啊 像个反转剧 在一起十一年了 三年前 大哥老在外面 对吧 大姐 里面 你们 有点 你们 我 不是 在一起 我们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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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半有点让人感觉不是那么适应 刚才这个大姐说 按道理来说 也应该更多地懂得在家庭生活当中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说一个女人不明不白跟你说 那就是你们的自由 那就是你们的自由 那就不要去怨恨彼此对于家庭的不付出 这就算我们的自由 这就算我们说的社会角色的大转型了 对吧 退出了所谓的舞台嘛 心里肯定是空落落的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陪伴她的人 但是她发现这人不是 所以很简单 在我看来 务实就最好 如果她不是 不要试图改造 你也改不回来 娶回家了 给她挣了 她也不可能像她说的那样相夫教子 因为她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 是习惯吧 对 要不然就这么在一起 不要互相挑剔 有个依靠 要不然咱就踏踏实实地分开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这算是一段十一年的恋情 来 请关门 看起来好像是 男生提出的要求 希望女生改变 其实在这个背后 我们又看到了 女生有点急着要嫁 这到底是因为 急嫁和不娶之间的一个冲突 还是因为生活习惯上的一种冲突 很难说 但是你看到这儿的时候 你会觉得 生活你就是得对她严肃认真 否则你开生活的玩笑 生活只要对你一微笑 你发现你可真就受不了了 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请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天职是保家卫国 所以和军人谈恋爱 要比普通的情感生活当中 承担的责任和忍受的寂寞 要更多 如果你留下 我们赞美你 如果你受不了 应该尽早离开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时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时伊贝斯 伊贝斯痰润保时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 端营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芝林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